受风乡休闲农区最近几年积极配合 县政府推动食农教育 为了提升在地农业发展 受风休闲农业区在生态馆 举办了食农教育法六大方针课程 讲师也对于农业在结构上 推展食农教育的潜力来进行说明 也鼓励农民能够和社区来串联 进入社区和学校 打开食农教育的深度之旅 食农教育是最近这几年 农场经营的新形态 以及提升产品的价值 也逐渐被消费者看见旅游的市场 受风休闲农业区 配合华林县政府农业处 举办了多场次的食农教育课程 是协助农民提升农场经营的新形态 那其实以农民来讲 他们的专业就是在生产 所以其实他们只会比较着重在说 我怎么样顾好这个农作物农产品 那包含这个环境 但是也许他对于比如说 这个农产品之后他能够 做什么料理 或者是这个农产品 他衍生出来的饮食的文化的部分 他其实平常并不会就是 这样子去思考 所以透过这个六大方针的 这六个面向 其实我们就是在 让农友或者是这些业者 他们开始去思考说 我的食农教育 其实不是只有农事体验 我现在透过这样子的思考 我能够把农事体验 进阶变成食农教育 因为我开始包含了 比如说这个饮食的面向 或者是这个文化的面向 或是甚至风土的面向等等 水田间在马上市地里面 其实他算是阿美族的 我们那边是阿美族的部落 那他是阿美族的食用野菜之一 那他在冬天的时候会长得比较漂亮 夏天一样也是可以吃 但是冬天因为气温的关系 所以他是野菜类 所以业子会比较漂亮 比较冷一点 除了加强场域的改善 和环境的特色认识之外 也创新提升产品的价值 以及服务 协助业者了解 以及开发多元的市场 让游客以及孩子 借由多元的食农体验 了解农业的发展 记者林杰 瘦峰香采榜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